歡迎收看Price Weekly 我們一齊看下今個星期最熱門的科技新聞 如果我不想錯過我們的新片 就快點Subscribe我們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還有兩個星期就到父親節 各位準備禮物的乖仔乖女 記得留意Price網購的優惠 由即日起到6月19日 每日中午12點都有低至3節的激瞬開賣 要好玩 有最新推出的Xbox Series S和Switch OLED 要實用有Dell電競Laptop和按摩器 要穩陣就有SoPow 電動牙刷和咖啡機 包你選到爸爸最愛的禮物 當然今個月都有恆生信用卡優惠 買滿700元用了恆生信用卡優惠碼 就會減100元 更多優惠詳情可以看下面資訊欄 iPhone 14的消息越來越多 似乎下半年9月推出的新iPhone 就不會見到M字額 而是變了感嘆號形狀的打孔屏幕 經常爆Apple料的John Prosser 前陣子就發表了iPhone 14 Pro的預想圖 除了見到螢幕上面打橫的感嘆號之外 之前全民亦都提到 新機主鏡頭會去到4800萬像素 可能就是為了植入更加高像素的鏡頭 所以見到機背三鏡頭 比現在的iPhone 13 Pro更加突出 而機身顏色方面 據聞都會有所轉變 之前主打的叢領綠 有機會就是由新式的石墨式去代替 還有可以看到預想圖中的紫色 看上去都是比之前的紫色會淡一些 一年一度的WWDC全球開發者大會 將會在美國時間下星期一舉行 那麼今年有什麼值得我們去留意呢 首先傳聞就是說 Apple將會發佈全新的13.6吋MacBook Air 即是比上一代大了0.3吋 不過就會更加輕更加薄 並且會有多式的選擇 亦都會支援MagSafe充電 效能方面就有機會採用 新一代的M.2處理器 有傳新的處理器同樣都是5nm的製程 但核心的數目和運算速度都會有所提升 其中GPU的設計就會由8核心改為10核心 而定價就可能會介乎900至1000美元 另外也有傳Apple將會發佈iOS16 為iPhone加入Always On Display功能 讓用家無時無刻都可以看到時間和電量資料 不過暫時預計iPhone14 Pro和Pro Max機款 會支援這個新功能 除此之外 網上亦都流傳Apple將會發佈一款 以AR和VR結合的MR頭戴式裝置 事源有外國科技網站發現 有一間公司在去年12月8日 申請了RealityOS全球雙標註冊 而雙標限期就是美國時間6月8日 剛好在WDBC期間 雖然註冊公司不是Apple 但它用的地址就在Apple 曾經用來申請MacOS California的雙標地址 而根據註冊資料 這個穿戴式裝置可以用來上網 聽電話和傳email等等 傳媒亦都說它會有4KMicroOLED螢幕 15個鏡頭模組 和和M系列同級處理器 視線追蹤、手勢控制和空間音訊 預計大約$3000美金 其實早在2017年的時候 已經傳出Apple將會推出AR和VR裝置 不知道今次的MR裝置有沒有機會在會上亮相呢? 早前Dyson就拍了一條宣傳片 介紹它們各種機械人的原型機 不過有眼裡的網民就發現 它們在Office竟然有一張寫著Visnav的海報 和一個疑似用來測試掃地機械人的場地 測試對象更加打了格子 令人懷疑Dyson會準備推出一款新的掃地機械人 看回之前流出的資料 Visnav其實是Dyson 360 Hyperdamian代號 而它的外形都是半桌圓形 裝置的雜層筒仍然都是在前面滾筒刷的尾部 另外也有人指 Visnav代表Vision Navigation 即是視角導航的意思 並且估計頂端的一個就是全景視角模組 近日Sony透露他們未來會推出PSVR 2 準備了至少20款的護航作 去增加它的吸引力和可換性 這10隻遊戲包含了PlayStation自己的IP 和第三方的作品 不過目前只知道由Horizon IP衍生出來的 Horizon Call of the Mountain 會在20隻遊戲中的其中一隻 雖然PSVR 2的推出日期和較為資料都暫時未有 但分析師表示負責PSVR 2裝嵌和供應零件工廠即將展開量產 預計產量會在150萬部 並且會預計在2022年下半年交貨 所以這隻次世代VR有望會在2023年第一季推出 除了VR之外 SIE CEO Jim Ryan 就指全球半導體短缺和物流問題 仍然影響PS5供應 但情況已經逐步改善 未來會大幅增加PS5 令產量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相信這對還未買PS5的朋友來說都是一個好消息 存在一段時間 FUJIFILM X-H1的後繼機型終於和大家記面 就是無反新旗艦HX2S 新機配備了第五代的H-Trans CMOS感光元件 是一個層疊式設計 擁有2600萬像素 運算效能會比起XT4上面的感光元件快四倍 這部新機做到以40格的速度去做追焦連拍 如果用30格電子快門連拍 配合CF Express Type-B記憶卡 新機最多可以拍到超過1000張JPG 2700張壓縮RAW 250張無損壓縮RAW 以及180張未壓縮RAW 支援6.2K30格和4K120格高規格攝錄 亦有主體檢測自動對焦技術 可以識別人類、動物、火車、飛機、電單車、汽車和鳥類 至於拍片方面 可以做到60格精率拍攝 DCI 4K或UHD 4K的超高清拍攝 亦支援8bit H-Doc 264、10bit H-Doc 265 或是Apple ProRes 422格式 而在F-Log2模式時 更加可以提供高達14級動態範圍 為了延長相機在超高解像度和超高精率的攝錄時間 FujiFilm在新機的機背 預留了位置安裝額外可以選購的Fan 001散熱風扇 配合新機推出 Fuze亦公佈了兩款新鏡頭 分別是XF150、600、5.6-8光圈的長焦鏡頭 今年7月就會推出 建議售價是$1,999.99美金 還有XF18 120四光圈的變焦鏡頭 在今年9月推出 建議售價是$899.99美金 至於新機就會在7月7日上市 機身建議售價是$2,499.99美金 接著是有關車的消息 開棍波車的朋友要留意 Mercedes-Benz宣布由春年開始會停產棍波車 原因是他們發現 隨著電動車的普及消費者需求已經改變 相信棍波車將會逐步被淘汰 現在除了A系、B系及CLA系的入門車款 就得回商用車款會用棍波 不經不覺 原來Google Maps的街景功能已經有15年的歷史 為了慶祝15歲生日 Google就公佈了過去一年的香港熱門搜尋街景排行榜 以及推出手機版的街景時光機 五大熱門搜尋的香港地點分別就是 香港迪士尼洛洋、皇后山川、曉光街體育館、黃暴天地、牛頭角度體育館 相信這幾個都是近年香港人抗疫輸壓的地方 只是想不到體育館那麼受歡迎 至於腐炮樂譜及小嵐沙灘 分別位居熱手香港博物館及海灘榜手 另外Google亦公佈了新一代Google街景相機 可以安裝在任何有車頂行李架的車上 比以往的機款更加容易安裝 預計明年會推出 至於早在2014年推出的網頁版時光機 接下來會擴展到手機版Google Maps 讓大家匯估不同地方的歲月變遷 而且還會結合AI 可以看到3D地圖及建築物的細節 連時間及天氣的變化都可以看到 新功能將會先在洛杉磯、倫敦、紐約、三藩市及東京推出 未知香港何時支援這個功能 今集Price Weekly又差不多了 你們最期待哪件新產品 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和大家見面 所以記得Subscribe我們Price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